我的事務所,主持劉遠芬 來到這半個小時的時間 和這位免疫學的博士顧小培一起聊聊天 博士你好 大家好 博士有時我們都討論 劉遠芬,博士 我們究竟講誰次序好些 即使我們講打不打疫苗 都講了好幾個星期 博士有時我都很想問一下你 因為我和你討論的時候 都會從學術的層面會多些 當然醫護有醫護的說法 但我們都說了 作為一個普通的市民 其實聽很多 究竟哪樣是真哪樣是假 我們要慢慢去消化 不過學術我們比較少聽 我想問一下你一件事 今天我就和博士在討論 不如我們先說了 為什麼這麼多疫苗打完之後 跟我們說COVID-19 經常都會說它有什麼副作用 其中有一個叫血栓失 我就很想問一下你 我們有時會說 是不是因為這個疫苗的影響 都爭吵猛 那究竟你作為一個研究人員 你是一個免疫後的博士 在這個部分有沒有看到 什麼的研究 講是不是真的會有血栓失 這個問題 我們的血液系統 血管系統是這樣的 如果有些敵人 譬如說細菌或者病毒 入了一個血管系統 那血管系統要阻止它 蔓延去全身的話 就要集住那些血液 方法就是這樣 那個血管的最內疹 叫做內疲疹 那如果現在有些 譬如說病毒 譬如說現在是包著 COVID-19的叫腺病毒 這個就是 阿斯利康那種的做法 那腺病毒 包著mRNA 因為腺病毒本身 不管它包著什麼 它一進了血液裡面 就會刺激 血管最內層的細胞 叫內皮層 就會分別一種物質 叫做組織因子 英文叫做tissue factor 這個組織因子就會刺激 血裡面一種叫做凝血酶 叫做前凝血酶 的profrombin 就變成凝血酶 那活躍的凝血酶 就會在血裡面的 那種蛋白質 叫做纖維原蛋白 就變成纖維蛋白 這個纖維蛋白 就黏在一塊 就塞住血管 於是就血栓失了 所以阿斯利康的疫苗 和福必泰疫苗 大家都是用mRNA 這種技術 這種技術 但是福必泰那個 就是用一層脂肪的膜 包著它 而阿斯利康 就用腺病毒 包著它 所以 本來就是這樣 本來你打一塊的 進去肌肉裡面 我們叫bolus 一塊的東西 就在肌肉裡面 慢慢慢慢被細胞吸了它 就是說這個腺病毒 是沒有什麼機會 是可以很快滲入血管裡面 所以為什麼要打肌肉呢 它的原理就是因為這樣 可能是這樣 要bolus 但是如果你打了針之後 你不小心摸一下那個針的位 你摸一下 你就壓扁了那個東西 那就方便那些疫苗滲入血管裡面 有些人就說 如果它會因為血栓失 很早50-60%的血栓失 90% 可能就不知道是不是會不會這樣 就令到那些病毒 就入了血管 入了血管之後 就令到血管的內皮層 就分泌這個組織因子 就激活了這個凝血酶 凝血酶 就令到那個叫做fibrinogen 叫做纖維圓就變成fibrin 叫做纖維 那就引血栓失了 那這裡就有一篇研究報告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看 這個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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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dio Vascular Research Cardio 即是心臟 Vascular 心臟血管的Research 在哪裡研究出來呢 是阿姆斯特丹大學 Universal Amsterdam 那就是第60 Volume 60 就是2003年10月發表的 那個page就是40到48 那這裡就好解釋了 就是原來細菌 病毒都會引起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可以嚴重到 後來變成一個病叫做 叫做敗血病 敗血病就是因為 那個身體就不想那些細菌病毒 就跟著血液就散了 到處都是 於是故意就用一個機制 就塞住一段血管 塞住血管就讓它走不了 但是你塞住血管的時候 那些血液的營養氧氣 都去不了全新的組織 全新的器官就變成多樣 多發性器官衰竭 那如果現在塞住腦 那就是腦中風 那塞住心臟 就會心臟緊失 那這個就是有這樣的問題 那如果你現在好像 你如果不是打過肌肉的人 你打皮下塵 你皮下塵 如果你直至打入血管 就立刻有問題 因為它刺激過 如果你打肌肉 我們叫做bolus 它一塊東西 就trap了肌肉裡面 你中間就是 又不是肌肉那麼包固實 那你們打皮下塵 它都可以慢慢慢慢 讓肌肉容易滲入血管裡面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這個研究 Amsterdam這個 講的是17年前 在沙士的時候 但是這個研究 似乎跟沙士 當時的病毒 是沒有關係的 是嗎 因為那時候 沙士 現在講的是腺病毒 這個是牛津大學 牛津大學的科學家 我就奇怪 為什麼牛津這麼出名的大學 他居然不知道這個腺病毒 他以為是一個很無關係的 無關重要的一個載體 好像一輛貨車載著汽油 汽油危險 貨車沒有危險 那他就找貨車載著病毒 但如果貨車 Adenovirus 本身可以令到 如果你打入血裡面 就令到血會有敗血病 就是那些血栓失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博士 其實現在不同的大學 或者一些藥廠 他們做這個 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的時候 大家都在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你剛剛講的是阿斯利康 其實在很多地方 已經是有些地方停用 甚至乎有很多擔心 有血栓失的個案 但是仍然有人在講 他也是打的 是安全過不打的 這是一個什麼理論的基礎呢 很多科學家 就是學者 他就說 譬如說現在 香港有幾十萬人 或者幾百萬人已經打了 有幾多血栓失呢 十個 那你怎麼可以賴他 十個 如果他中間有個因和果的關係 如果有五十萬人打了疫苗 你起碼都有幾萬人 但是中間有一件事 我們就不知道 那個叫做missing link 現在那個矛頭 就很多人指實那個病毒 但是另一幫人說 你沒有統計的數據去支持他 那個missing link 就是因為 看看那個疫苗 幾快進入了血管裡面 他進入了氣管 譬如說如果那個人 他打了疫苗之後 他捉一捉那個針孔的地方 那捉一捉就可以 把本來的Bolus 一塊的疫苗 就捉到他進入那個血管 尾書館 那就容易進入那個血管系統 就影響這個血栓失的問題 那可能不是捉的 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那或者是 譬如說那個疫苗 他本來在那個小瓶裡面 那你進去的時候 要搖一搖 要不然那些疫苗會沉澱 沉澱的時候 你不搖的時候 你就多了一些進去 那 那這個跟打的方法有關係 有關係 譬如說他一路跟人聊天 一路就搖少兩搖 那那些疫苗 坐在那裡的時候 他會沉澱出來的 你一條尿轉了的時候 你就搖 如果你搖少兩下 那他就多了些沉澱 事實上打多了些東西 進去那個手臂裡面 你打多了些之後 那又可以多些機會進去血管 那我全部都是 鼓鼓一下的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做科研那些做藥廠 我們是這樣說的 就是說 有可能性 一樣東西都打算有可能性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可能性 這個curiosity 就是好奇心 你很難可以看到到 那些分別 那些分別 可能就是 就是可以和不可以的關係 應該回來再跟博士 我們講一下有關這個 疫苗的問題 還有就是 我們經常都說 打疫苗我們為了什麼 就是希望 我們可以全民免疫 就是最希望是這樣 那如果你說 不是用這個方法 可以用什麼方法 那應該回來我們再談 好嗎 好 看片前 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我們新城財經台YouTube Channel 我的事務所 主持劉遠芬 今天繼續跟博士 顧小培博士 這位免疫學的博士 一起聊聊天 我亦都說 我們會從學術的討論 會多些 因為說真的 我自己都很心急 因為我們說全世界 在這個新型冠狀病毒底下 經濟近乎是在早排 大家都癱瘓了 亦都很希望能夠 我們說有疫苗之後 好像有全民的免疫 但是你又會見到 打疫苗有很多 很多的令人擔心的地方 甚至乎是打什麼疫苗 就是很多 每天都在說話 每天都在討論 甚至乎有些個案出來 已有血散失 剛才你都說了 那怎樣知道是有可能 或者是沒有可能 我們剛才都是從一個學術的討論 有什麼有可能的機會誘發 這些所謂血散失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你 剛才你不是說 現在我們說不打 即使你說你對於打疫苗 你有一個保留的態度也好 如果不是用這個方法 我們怎樣能夠全民免疫 怎樣能夠啟動我們人的一般生活呢 我有些朋友 就是他就算在醫院出來 他還要私人去買氧氣吸的 即是你說康復之後 康復之後 真的要私人去 他有錢 即是身形冠狀病 他有錢 所以他還可以去買氧氣吸 但如果是一般的市民 即使你是在ICU出來 你以為好 但他們肺的功能都會差 那現在呢 第一我們怎樣可以救那些病人呢 那些病人呢 就因為肺是嚴重發炎 嚴重發炎呢 就因為有個問題 叫做細胞因子風暴 這個細胞因子風暴呢 就把所有的免疫細胞 所有裡面的武器 那些叫做細胞因子 就把所有的武器都放出來 就變成大兜亂的一個 10號風琴的樣子 就在發炎 那怎樣可以按下 直接是避免這個因子風暴呢 就那個關鍵呢 就有個蛋白質叫做NFKB 叫做Nuclear Factor Kappa B 那這個Nuclear Factor Kappa B 一按下它 就沒有了發炎反應的了 那所以 或者不用吃藥呢 或者可以自己吃的東西 可以幫助 按下NFKB 就是抗氧化物質了 我不需要說特別 某種抗氧化物質的 總之呢 凡是叫做Antioxidant 抗氧化的 就可以按下的 你可以搜 好了 Antioxidant 譬如說 芥蘭素 Antioxidant 西芹素 Antioxidant 苦瓜素 Antioxidant 葉黃素 Antioxidant 洋蔥素 綠茶素 姜黃素 那些全部都是抗氧化的 那你打這個字呢 再加上NFKB 你就會知道 你舉任何的抗氧化 你都可以按下NFKB 所以這裏就不是說 鼓吹哪一種特別的抗氧化 就好像商業性那樣 現在就是 跟一個學術的角度 跟一個學術的角度 總之譬如說 你在印度 印度最袖手的就是 姜黃 你去到中東 中東用香料用得很厲害 用香料敷發老王的屍體 或者做火腿 令到它抗氧化 你去到日本 日本吃紫菜昆布的 那裏面那些 學做糖膠又抗氧化 你去到西班牙 西班牙 譬如說他吃很多 西班牙很多番茄 那裏面就是抗氧化的 你去到意大利那些 大家都在做這樣 是的 在意大利吃很多橄欖 橄欖油裏面的 多芬 叫做 奧拉維片 這個也是它的抗氧化 所以每個民族都有它的智慧 那就是中國的綠茶 綠茶素 所以譬如說 我買不到綠茶素 就用其他抗氧化 凡是可以抗氧化的 都可以的 就算是最簡單的維他命C 你將維他命C 和NFK一起搜 你就搜到 原來維他命C 可以降低NFKB 降低NFKB 就可以降低細胞因子的風暴 我想問一下 你剛才說 那些在新型冠狀病毒之後 那些病人是特別嚴重的 即他那一條氣 經常都覺得很不順 纖維化了 因為有可能是纖維化了的關係 那我想問一下 其實他的目的 是不要讓他再差 還是其實是把這個纖維化 剛才你說用抗氧化的方法 令到可以有一個恢復的可能 有的 因為 纖維化的蛋白質叫做膠原蛋白 第一型的 Type 1 身體有一個酵素 是天然地可以分解那些膠原蛋白 就是簡單來說 叫做膠原蛋白 叫做collagenase 1 現在就有一個 也是用抗氧化的 譬如說 你用洋蔥素 又可以溶掉它 用綠茶素 也可以溶掉它 即激活多些 這個膠原蛋白 就溶掉它了 所以抗氧化成分 其實好像有一個金鐘罩 就可以保護身體各種問題 是 所以剛才你說的 即使它有纖維化的問題 如果你有內心 你可以嘗試一段時間 可以再去照一下 那這個就體會到 是可以和不可以 是否這樣想 簡單的方法 譬如有些人 肺氈違法 他上幾級樓梯就會氣喘 譬如說 你本來就可以上到三層樓 但你家人可以上到五層樓 即你的肺功能比他們差 如果你試了抗氧化的健康食品 你可以由三層樓走到三層半 即有進步 即每一級樓梯都一樣 明白 你就可以量化它的進展 當然醫院有些叫吹氣測試 那些更加好準 但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譬如說你走車路走兩步就死串了 明白 當然我覺得大家 我和博士這個討論 剛才我都說了很多次 在學術的層面去討論 如果你說處理有關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你選擇打疫苗 我也是選擇打疫苗 或者是有其他的方法 那你就按著你所知道的知識 去決定你應該用什麼方向 好嗎 那我博士謝謝你 睡醒ите 睡覺 睡醒 睡覺 睡醒 睡覺 睡 tea 睡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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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verbs 睡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